BNT又來了 終於完成了簽署契約 但是平面媒體曝光 簽約一度卡了四天 這可讓台積電永齡都非常的著急 因為蔡政府遲遲沒有批准 目前確定一計大約33美元 再加上冷鏈運送費用通胞 來聽聽國民黨立委 最近說法 好 主播觀眾帶來關心到 在國會大現場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國民黨立委 陳玉珍 文雲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談論一個 其實蠻令人開心 振奮的消息 就是BNT現在確定 可以進到台灣來了 就是我們的台積電 還有鴻海 要捐贈千萬劑的疫苗 那在昨天 郭台銘董事長已經宣布了 其實他的整個合約 已經完成簽署 但是委員我們來看 其實這個時間點 第一個可以巡過去 東洋的模式 可是大家不懂說 為什麼疫苗採購會拖這麼久 那這一次呢 是不是大家也認為說 政府有在卡關嗎 對 首先非常感謝 郭董還有台積電 就是這樣的捐贈這麼多疫苗 給我們全體的國人同胞 然後也很努力的 在做這些協調溝通進口 這些疫苗 購買的這些動作 終於有一個成果 這個對國人來講 是一個非常振奮的好消息 但是我們從這件事情 從郭董開始 5月我記得是18號左右 開始提出要捐贈疫苗 到昨天7月11號宣布要 這個宣布已經簽好合約 可以預期有 BNT疫苗的進口 這中間 足足過了7個星期 這個7個星期 對現在救人 救命救人的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環境裡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5月13號以後 開始台灣有疫情的這個爆發 那不但有 許多無辜的國人因此而上升 而且最重要是整個因為封鎖的關係 整個經濟受到很大的這個影響 許多基層的民眾 都民不聊生 那在政府所謂的開綠燈的情況下 竟然這樣的程序 在我們這個國內這樣的 這個施打疫苗 批准的各種的程序 竟然還要花上7個禮拜 真是令人覺得這個不可思議 那其實還有可以關注到的是 其實在平面媒體有透露了 這個合約 其實在7號就可能可以簽署完成 可是硬是等到昨天又拖了4天 那其實就卡在他們有說了 是因為台灣政府這邊沒有辦法 其實沒有批准或是沒有授權 但是怎麼看在整個過程 光是這一件事啊 又給人家認為說 難道是政府又在黨了嗎 對於這種全世界都已經在使用的疫苗 世界各大國都幾十億 幾億人打過的這個疫苗 我們台灣的這個相關單位還要如此的不伸手幫忙 也就罷了還在行政程序上 沒有用罪罪數據的方式來協助辦理 第一個可以看出 這一種就是一種行政的懈怠 然後第二個 當然我想有一些官員沒有人同此心 也許因為他們自己已經打了疫苗 或者是這些染疫的人 不是他們身邊相關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有充分的同理心來感受 這樣我們對疫苗的需求恐激 怎麼會一個東西要拖這麼久呢 那當然再回頭來看 這個郭董所欠這些不管是價格還是模式 都是回到大概去年的 我記得去年10月那個時候吧 東洋的那個模式 所以繞了一大圈 當初的政府實在是 因為相關的我覺得實在是相關的這個因為 或者是民進黨的相關的派系 自己內部瞧不定 就像我們要成立這個疫苗採購 教育小組說的那個目的就是說 因為內部瞧不定 所以造成國人疫苗的 磁嚴進口 整體影響到台灣的整體經濟 這個當然我們現在希望疫苗先進來 那等到疫情趨緩以後 然後大家都可以施打疫苗 達到一個群體名以後 這些是誰在阻擋救命的這個機會 這個東西真相還是必須大白 那委員我們最後想討論的是價格的問題 因為他們有說了 換算下來包含了冷鏈等通胞的費用 是一劑大約是33美元 但是我們對比 尤其是高端這樣看起來 換算下來大約是27 28美元 那大家就會想說 在BNT跟高端選擇之間 我們當然是要選國際認真的疫苗 委員你怎麼看 這個正常的採購當然都是如此 當然我們也是支持扶持我國國內的三劑產業 這一點我們是相當支持的 希望以後有獨立自主這個能力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疫情不會到此為止 病毒不停的在變種 所以我們支持的產業不是說 我們必須為了等它的疫苗 然後拖延了整個其他國際認證疫苗進口這個時間 我們支持我們的產業讓他們繼續研究發展 因為病毒不停在變異 我們遲早會做出我們適合的疫苗 那這個不能為了等這個國產疫苗 然後就拖延了這些疫苗的進口 這個是時間 時間是最大的成分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價格 那價格也都必須要合情合理 一個是從國外採購進來的 還經過很多的運輸 還有而且這個疫苗是經過國外 有做過第二期做完 做第三期也有做實驗相關 外國世界各有都有認證的 跟一個完全還沒有達到二期 就是這個 三期試驗 對 二期做其中報告 它的這個安全性沒有問題 我們看到的結果 但是它的保護力還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當然我們說政府去採購它 實際上政府應該是扶植這些產業 扶植這個產業 不一定特定哪幾家 而是有能力的都要幫忙扶植 那採購當然就還是另外一支 好 那現在已經買了 也就已經買沒關係 希望他們繼續繼續研究 研究出到時候 如果萬一病毒在改變的時候 他們 我看我們這個是吃蛋白的 也許對變種也有一些幫助 當然希望國內產業繼續加油 那但是絕對不能用任何理由 來吃鹽這個疫苗採購 我覺得這個這幾個月來 政府都讓我們覺得 第一個 吃鹽疫苗採購 第一個 因為疫苗的吃鹽進口 造成了這個國內 就是造成了這個國內 因為疫苗不足所產生的各種亂象 人和人之間的不信任 高官優先撕倒 民眾要打殘劑跌倒 這些都是令人覺得很悲傷的事情 OK 好 那謝謝委員 今天到國會跟我們對談 那因為等一下還要開記者會 委員先去忙 沒關係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那現在我們現在很開心 就是BNT已經確定可以來台灣了 那最快是在9月底或10月的時候 就可以抵台 不過這個前提是中間的任何過程 都沒有延宕 那另外除了台積電 還有鴻海捐贈 現在其實慈濟也在進度之內 那我們也希望政府這邊不要再卡關 趕快讓有心想要捐贈疫苗 救所有台灣人民的人 趕快拿出行動 並且政府也趕快同意 不要再拖延了 那麼以上是在國會最新 將鏡頭交還給鴻美主播